這是第十一集我不聽話 我不聽話的原因是我們立志成為改變自己改變教育的人 我們的主題是腐蝕神經 透過我們身子下去腐蝕與腐蝕物的一個結合 我們希望達到的是不只是環保上面 還有透過一個對教育理念的改變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這是去我們藉由我們英文上面的溝通 我們希望我們每個人包括我們未來的孩子 可以達到自己有改變的意識 自己有教育的想法 自己對自己身上有什麼義務上面去擁有 去成為一個自己對環保上面的思義 那這個圖片是去年14年 臺北跨年之後擅長的活動 我們對比一下日本 在去年世界杯之後給大家一個震撼的教育 因為他們在活動之後對於垃圾的蒐集 是自己的想法不是透過溝通 不是透過呼喊 而是一個當下去做的事 這是習慣性的 可是對比來說我們臺灣還沒有這樣的觀念 我們都會甚至透過問卷的調查 我們會認為說 有些人會認為說 反正有人會去檢 反正他們會去做 會頓時也浪費政府很多的經費 所以我們透過活動在 不管是花季 不管是台中的燈會 我們透過場次去做到 要與路上的垃圾 然後與民眾一起互動 然後透過打卡分享我們的活動 分享我們的禮物 最後將我們收集到這些回收物 再送給需要回收物資源回收的街友們 以及將這些禮物送給街友們 這些都是我們的活動內容 那我們需要做到的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正視自己身邊的問題 而不是去 老是認為說 許多的事情需要去靠別人幫助我們 那以上是我們的活動 我們是 不聽話 好 謝謝不聽話團隊 不聽話團隊有四個男生一個女生